听外婆说,我一出声,手腕上就带着深深的雷痕,污漬污漬的,就像绳子勒过了一样。 外婆说,我是冤死鬼转世,手腕上的雷痕就是证明,一定是前世猝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手腕,投胎之后,手腕上还留着紫色的雷痕。 前世的怨念未了,恐怕今生不会太平。 我的鲜甜灵觉非常的好,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能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小花棉被做成的墙包里,被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走在山花烂漫的小道上,走在田耿上,走在回娘家的路上。 我瞪着乌黑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一切,路边的粉红的桃花从我脸边划过,那是我今生见过最美丽的风景。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三岁以后,我才有了清晰的记忆,似乎为了印证我外婆的预言,我的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忽然去世了。 她走得很突然,第一天晚上我还躺在她的怀抱里睡觉,第二天一觉醒来,她就走了。 她走的时候还紧紧地搂着我,神态十分地安小,我一直在她温暖的怀抱里香甜地睡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被一泡尿给憋醒。 粗心的父亲听到我的啼哭,就招呼我母亲带我去撒尿。 父亲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忆,过去一推才发现不对。 我父亲懂得一些急救的常识,就赶紧去掐母亲的人中,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的父亲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颓然悲好地说道,"玩啊,你娘,走了!" 三岁的我对于死亡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却知道走了是啥意思,因为那时候经常听到村里面某某老人走了,走就是死的意思。 听我爹说,我娘走了,大脑里面顿时一片的恐慌,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大脑开始变得浑浑沉沉的,默然地看着家里面来来往往的人群,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家里面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我似乎已经离家很远了,恍惚中听到了哭声,很多人在哭,他们在哭我的母亲,那声音明明就在我的身边,我听起来却很遥远,身上的力气被一丝丝的凑走。 终于我无力地将头向后仰去,就像一个失去了生命的烟白果子,软软地垂在树上。 哎呀,这孩子怎么了?抱着我的外婆吓了一跳,开始不停地呼唤我的入鸣,我的力气又慢慢地回到了身上,嗡了一声之后,缓缓地抬起了头。 娃儿,你怎么了? 外婆急急地向我问着,不怎么了? 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你哪里不舒服啊? 可是外婆还是不放心,我没有办法说出这种感觉,于是说道,没有不舒服? 外婆略微地放行了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的脑袋又向后仰去,因为我的力气又偷偷地溜走了。 无法再支撑我这颗沉重的头颅。 哎呀,这玩意是不对,怎么浑身软得像摊泥呢?力都力不起来。 外婆急忙喊来了二舅,让她背着我去医院检查一下,二舅背着像一滩烂泥一般的我,离开了我那个喧闹悲伤的环境。 前往了村办医疗站,大约走了半里路,我忽然觉得神清气爽,什么事都没有了,一下子从舅舅的背上爬了起来。 娃儿,你怎么样了? 二舅十分惊喜地问我,没事了,舅舅,我挺好的,咱不去医院了,我最怕打针了。 舅舅再三地询问,我坚持说我自己没事,她见我一下子变得正常起来,便又将我背了回去。 因为母亲的后事还在办理,家里闹哄哄地需要扔手。 可是我一回到那个喧闹悲伤的环境,又变成了烟巴果子。 我外婆说不对,这娃子肯定是中邪了,于是找来我爹的腰带将我拴在石墨上,有几个老太太轮流着抱着,大概是怕我的魂魄飘走。 三天过后,我看到黑亮的棺材被人们前呼后庸地抬了出去,忽然产生了一种很向往的冲动,挣扎着要跟着去,抱着我的老太太面露恐惧,不停地叫着我娘的名字。 荣子,你放心地走吧,玩儿,有她爹带着呢。 七天过后,我被爹带到母亲的坟头上去离山,我忽然头疼欲裂,抬软在地上,没有一丝力气。 我爹无奈地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说, 玩儿这么小,娘就没了,怕是养不活,干脆送人算了。 可是,她打听了一圈,却是松不出去,大概人们看到我随时都有可能会挂掉,谁也不愿意收养。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的就活了下来,再后来外婆去世了,我也渐渐地把这些事情给淡忘了。 毕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我幼年蠕虫的记忆中,就像是做梦一样。 直到多年以后,我发现磕磕碰碰的诸事不顺,才回过头来认真地审视那段经历。 它或许和我的宿命息息相关。 人最难掌握的就是自己的命运,最难摆脱的也是自己的命运。 这段话后来被我写在了日记的第一页,并不是为了玩叉,装深刻,而是我多年后的人生感悟。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作者,浅水渝,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叫左小冰,曾经是一名大学生,而且还是一名不错的重点大学,可是谁也没想到我后来居然成了一名道士。 挺传奇的吧,我一直以为我会有很好的前途,至少我也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 我的天赋不错,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并且顺利地考进了一所还算不错的重点大学。 可以说前途是一片的光明,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的难以捉摸,没想到我大一只读了半年,却忽然辍学了。 看似美好的金光大道,忽然嘎嘭一声就断了前程,这让我对未来的命运感到茫然失措,甚至对宿命论这种玄之有玄的东西产生了痴迷,并且稀里糊涂地当了道士。 就是这几年的道士生涯,让我意外地推开了另一扇门,不,是推开了另一个可怕的世界,回想起来至今都让我真颤不已。 我性格要强,是一个不信命的人,至少在当道士之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认为命运之说无非是弱者给自己找的借口,是逃避现实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导致我命运抖转直下的正是我那个不争气的爹,我娘去世之后他就变得有些颓废,有事没事就喜欢抠几圈麻将,不抠手就痒痒,罪魁祸首当然就是麻将了。 他循循环境,一点一点的把我那个老是芭蕉的老爹套了进去,开始是几毛几毛的玩,后来就变成了几块几块的玩,再后来就变成了几十块,上百块。 我爹拿懂得十读九诈的道理,最终在我读大一那年,他输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我也就灰溜溜的从学校里回到了家里。 儿子,不是我坑你,这都是命。 我爹何言无耻地对我说,我呸。 我回忆他愤怒地鄙视,我爹低着头,畏畏缩缩缩地说,张仙儿想收个徒弟,请说你大学没念成。 我呸,你还想祸害我,大学没念成,我也不会跟他当徒弟。 我知道那个被称作张仙儿的糟老头,他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九疯子,也是我们村里面最后一个道士。 整天神神叨叨的,压根就不是个正常人。 他曾经收过两个徒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一个徒弟被他半夜里带到坟场上去练胆,结果活活地下成了神经病。 另一个徒弟跟他学了几天,也不知道有没有学到真本事,就卷入了一宗盗墓暗中,至今还在大院里头关着。 我爹见到九疯子经常给人做道场,手里头比较宽畅,就想着借九疯子的钱去堵桌上翻本,所以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他想让我给九疯子当第三个徒弟,我怎么可能让他的阴谋诡计得逞呢? 再说了,我堂堂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臭道士当徒弟呢? 不能,坚决不能。 俗话说,胡死不倒账。 就算是我辍学了,那辍的也是名牌大学,让我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跟一个疯疯癫癫的臭道士当学徒? 哼,情何以堪呢? 儿子,你得认命啊。 认个屁的命,还不是你害的。 我咆哮着对我爹说着,心想如果不是你赌博败家,我何至于辍学呢? 张仙儿说了,这可真不怨我,这是你命中待的呀,干啥都不成。 我爹见我火气挺大,吱吱呜呜的不敢往下说了。 哼,我命中待的,你赌博败家,也是我命中待的嘛,是不是非得跟他当道士才能化解? 这种招法太老土了,我根本就不信。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只有当两年道士,或者加入空门当了和尚,我呸。 听听,我爹够无耻的吧,我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狠狠地赔了他一脸。 我家是农村的,大学上了半喇子,要文凭没文凭,要本事没本事。 如果不去跟九疯子当学徒,出路只有两条。 一是出门搬砖,二是留在家里面玩泥巴。 我死硬不屈,一咬牙,选择出门搬砖。 嘿嘿,有志气吧,别人能成为打工皇帝,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搬砖大王呢? 可是命运再一次愚弄了我,出门搬砖并不顺利。 在两年时间内,我辗转于各大城市,见识了别人灰金如土的生活。 可是自己挣的那点辛苦钱,全贴在了铁轨上。 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虽然我执拗得不愿意当道士,但是却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 最终还是回到了这条路上。 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啊。 当命运为你关上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我当了道士。 没想到却因此打开了另一扇窗。 确切地说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从此注定了我极不平凡的人生。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当道士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两年的辛苦打拼,还不如九疯子做一场道场的收入。 我不能对不起毛爷爷啊。 在外面打工的两年,爆发户老板对我胡来喝去的,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有钱就是大爷。 我受够了,什么人生价值,什么理想抱负,去的妈的,统统都见鬼去吧。 九疯子的家在村东头,它不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万元户,但是却是我们村第一个盖二层楼的人。 大家都对他的发家充满了各种的猜测,有的说他在村东头那棵古树底下挖出了一本古书,这本书可以预知生死富贵。 于是他靠这本书发了家,我不相信九疯子在树下挖出了什么书,他本身就是个道士,能不能预知生死富贵不好说,但是确实是可以发家支付的,跟有没有那本书毫无关系。 我提着两瓶五粮液,跟着我爹向九疯子的家走去,听说九疯子这两年喝酒的规格一路上升,从最初的太白酒已经升格到了茅台酒,五粮液已经布好了,但是我家买不起茅台,拜师也总不能空着手,所以只能送一个一丝一下了。 九疯子见到我来了,很高兴,他倒不在乎我的礼物轻重,只是认真地看着我的脸说,娃娃,我知道你早晚会来的。 九疯子的话让我心里没颤呢,说实在的,在我决定跟九疯子当学徒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怀疑。 我不是一蹶不振的人,但是在截二连三的打击下,也有点挺不下去了,混了两年一事无成,甚至怀疑自己成了废臣。 如果是我命运有问题,那更应该找九疯子了解更远了。 师父,我来看你了。 我忽然变得乖巧起来,连我自己都感到了惊讶。 怎么,你小子服命了? 九疯子嬉笑着,全然没有一个当师父的样子。 师父,我不是服命了,我是服您了。 我十分油滑地说着, 呵呵,不用拍我的马屁,道家不渡无缘人,你若不来,我也不会强求。 但是,呵呵,你终归还是来了,说明咱们师徒还是有缘了。 呵呵,师父,我这两年命运不顺。 不会是您为了让我当徒弟使的手段吧? 我十分阴险地说,我不可以。 你小子,你小子,想哪儿去了,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 当年你出生的时候,我在你家里喝满月酒,你娘把你抱出来的时候,我愁了眼。 我当时就意识到你有问题,很有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徒弟。 当时你爹正在招待客人,我怕扫了大家的信,一直都没敢说。 呵,你手腕上是不是有两道紫印多年都不肯削? 那也是我使的手段吗? 九疯子陪了我一脸的唾沫星子。 可是她的话却勾起了我幼年的回忆。 我一直没把外婆的话当做一回事,自己倒是看过自己的手腕。 三岁半的时候还有明显的三道雷痕,紫色的,我以为那是太胖了,手腕上的肉形成了褶皱,很多年紫色才消退,但是我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下意识地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成年的我早就不胖了,但是手腕上的雷痕却还在,甚至十分的明显。 有三四条,就像绳子一样紧紧地估在我的手腕上,我的心里不仅是一阵的发愣啊,难道这真的是我的宿命吗? 九疯子见我脸色发白,就说道, 娃娃呀,我不是吓唬你,这就是你的命,上辈子的东西你带到了这辈子,这就叫被包袱,走的是回头月。 这辈子不化解掉,一生都会被命运纠缠,而且会百事不顺,下辈子你还得带上。 幸亏你娃子心上命硬,要不然你妈走后,你根本活不下来。 师父,我以后就跟你混了,你别吓我好不好,我的命运已经够曲折了,赶紧帮我化解化解,我可不想把前世的包袱背到下辈子呀。 九疯子说不胡我,但是却结结实实地把我吓了一跳啊。 我爹连忙擦话说,娃儿啊,张仙儿真不是吓唬你,当年你都成泥巴了,我送人都送不出去,根本没人要。 眼看你就没救了,幸亏张仙儿救了你的命,你才能活下来呀。 啊,我还以为是自己命大,老天不收才活下来的,原来是师父救了我。 我大吃一惊,感到十分的意外,因为这件事,我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哼,这也是缘分。 九疯子叹息了一声说道,当年我救了你,也动过心思守你当徒弟,可是你天赋异禀,异于常人,就知道你不可能想当个道士。 道家讲的是师父机缘,机缘味道不能强求,于是就打算观察几年再说,果然你的学习很好,并且考上了名牌大学。 哼,我本来想你可能另有一番造化,没想到你还是回过头来了,这就是命啊。 难道这真的是我的命吗?一想到回头运,背包袱什么的,我的心里面就紧张了起来。 师父,反正我现在是你的人了,我倒霉,你也跟着倒霉,你得帮我化解掉,我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你当徒弟啊。 九疯子说道,呵呵,化解啥子,你这种命在熟食间挣碗饭吃太不容易,做好事不得好报。 做坏事会得现实报,但是入了空门,反而好了,你会如鱼得水,大鸡大礼啊。 师父,你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当道士的命,入了空门还有好处,能发财吗? 我是穷怕的,一说话就露出了贪婪的本性。 小子,实话跟你说,你这种命不当道士,就得当和尚,但是入了空门,若想发财,就如探囊取物。 钱财这种东西虽然说是身外之物,但没有也不行。 你给我当徒弟,我不让你白当,二八分怎么样? 九疯子一副很大肚的样子。 三七怎么样?三七,你老不亏啊,我这个徒弟不好少,还是名牌大学生? 我死去白厉的,讨价还价。 九疯子把两眼一瞪说, 你小子,钻到钱眼里去了,钱是惹祸的根苗,你知道不知道? 进空门就是找碗饭吃,你要那么多钱干嘛?要不你当和尚去吧。 哼,师父,我跟你有缘,我必须得给您当道士,反正钱不是个好东西,既然您说它是惹祸的根苗,就让我替你分担一点,这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我可不想把您老人家置于危难中而不管啊。 再说了,传出去也不好听,人家会说我当弟子的不懂规矩,有为师道,会坏了您老人家的名声啊。 九疯子听得一愣,脑子拐了好几个弯才明白过来,继而哈哈大笑,他重重地拍了我一巴掌说, 哈哈,好小子,你这张嘴还真是个包,嘟巴起来一套一套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张疯子的关门弟子了,以后出面接活,讲价钱的事,就有你包了。 九疯子一句话,我就正式地成了他的关门弟子,而且还得当他的私人助理兼业务员的角色。 看着九疯子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忽然有点担心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九疯子前两个徒弟那可都没有好结果。 我是他的第三个徒弟,那我会有好结果吗?我的今生已经成了一名道士,那我的前世又是什么?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了人生理想,反正干啥都是为了吃饭。 师父在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让我住了下来,条件嘛还算不错,房子也很干净,一张单人床,一个长沙发,还有一个条桌。 唯一就是缺了一台电视,要不然就跟住宾馆也差不多了,看这个摆设应该是他家的客房。 既然当了学徒,就得跟师父住在一起,以便随时猜浅。 吃师父,住师父的都是理所当然,当然也不能吃白食,得为师父干活,这是行规。 师父,有啥活儿,你就尽管吩咐。 我十分内行地对师父说着。 你小子,别嘴上买怪,下地种田去,你愿意吗? 我师父白了我一眼,就进李屋去了,我知道他家的田早就不种了,只种了几分地的菜园子,根本就用不着我插手,所以我才会这么说的。 没想到这老爷子还生气了,真是小气。 不大一会儿,他从李屋拿出了一本发黄的现状书,扔到我的面前说道。 我这儿没活儿干,但是你也不能吃白食,这上面的东西,你得给我倒背如流。 我瞟了一眼那本发黄的现状书,不算太厚,但是得有些年头了,纸都黄了。 心里一激动,我就说道,师父,这,这不会是你从古书底下挖出来的古书吧? 我不可以,什么古书,你心思都放到哪儿去了,静听他们瞎扯的。 古书底下如果真有古书,还能等到我来挖? 这是六十花甲子最基础的东西,入门必学,各个书店也都有卖的。 不过,我这是老板本的,都传了好几代人来,你翻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抹了一把,嘴上的托磨星子说,师父,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啃也把它啃下去。 九疯子扔下一条烟说, 茶叶在茶叶罐子里,你自己呢?烟愁完了,你知一声。 我一看,师父扔下的这条烟居然是大中华,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慌忙把烟捡起来,递给九疯子说, 师父,这,这烟我不能抽,太贵了。 九疯子说, 抽吧,我这儿没其他烟,背夹子很枯燥的,跟着我学徒,我不会让你吃亏。 师父走了之后,我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抽了一只大中华吊在嘴上,体验着有钱人的生活。 对了,还得泡杯茶,打开装茶叶的玻璃罐,顿时感到清香扑鼻。 不用说,这茶叶也是上等的好茶,虽然叫不上是什么名字,但是我估计少了几百块,肯定买不下来。 这些东西,我估计并不是九疯子自己花钱买的,而是有求于他的人送给他的,所以他才对我这么大方。 我坐在椅子上,美滋滋地抽着大中华,品着几百块钱的香茶,心里面一舒展,忍不住就把脚伸到了条桌上,心里面想着,这才是有品味的生活呀。 正暗暗得意呢,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传过来,立即闪电般地收下了双腿,装出了一副正经为坐的姿态,随着一阵懒散的脚步声。 一个黄毛小子踢踢踏踏踏的走了进来,他光着膀子瘦得跟排骨一样,脖子上挂着一根吉项链,下着穿着一个大裤衩,踢他着一双拖鞋,一脸的苍白,无精打采的好像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一样。 这小子大约得有十六七岁的年纪,但是身上没有一丝年轻人的着急,左耳轮上打了一串耳洞,上面别了一排女人用的水钻耳钉,亮晶晶地看起来不男不女的挺另类。 我有些纳闷的,这九疯子家里怎么冒出来这么一个火宝呢? 你是来当徒弟的? 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他不怀好意地说, 前面有两个徒弟,一个吓成傻子,一个进了橘子,你是第三个,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小子挺无聊的,也懒得搭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对他的感觉很是不好,不是因为他说话一扬怪气, 而是他的身上带着一种阴冷怪异的气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黄毛见我没搭理他,大概自己也觉得无趣,捂住嘴巴打了一个哈欠,毫不客气地从我放在桌上的烟盒里面抽出了一根烟, 飙在了自己的嘴上。 哟哈,烟不错啊,有钱人。 黄毛小子看了看香烟,又看了看我,目光中带着疑惑。 还有轻视。 我不是有钱人,烟是师父给的。 嘿,老东西对外人倒是挺大方的。 这小子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 我听到一连串踢的声从楼上踏到楼下,不到一会儿就听到九疯子嚷嚷地说道, 你个不成气的东西,偷了我多少钱,你还要钱? 你要那么多钱干啥?钱是惹祸的根苗,你知道不? 我一听愣住嘞,这分明是在教训自己的孩子呀。 据我所知,这九疯子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而且早就出嫁了。 这黄毛小子是谁呀? 难不成是她的私生子吗? 我要搬出去,你这是侵犯我的人权? 对我连个外人都不弱,我干嘛要住在这儿? 这是那黄毛小子的声音。 就你这样,还人权呢,你再这样下去,连狗权都没有,你还跟人家比,人家是大学生,你是啥玩意儿,你要有人家一半的务实,我就把你小子当爷工,你有吗? 九疯子的火气也是很大。 好,既然我在你眼里啥都不是,把钱给我,我走。 没钱,有钱也不给你糟蹋。 接着就听到那小子踢踢踏踏的上楼了,然后就听到隔壁一阵的乱响,好像是在气冲冲的整理东西。 我一想不好啊,这小子怎么无缘无故的扯上我了? 如果因为我弃走了这位小少爷,那我得有多冤枉啊? 不行,我得劝劝他。 我刚走出房门,这小子已经拖着行李箱下了楼梯,我急忙就追上去。 哎,兄弟,你这是去哪儿啊?别走啊。 滚开。 他毫不客气地推了我一掌,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别理他,让他走。 九疯子发疯一样的吼道,九疯子的媳妇急得排着大腿,冲九疯子发火。 哎呀,你真是个老糊涂,他现在无也无靠的,你让他上哪儿去啊? 我一看把老太太急成这样子,连忙说道, 师娘,你别着急,我去把他追回来。 九疯子一把拉住我说, 别管他,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 师娘急得带着哭腔说, 你个九疯子,这老头,万一孩子有个闪失,这可咋办呢?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啊, 这黄毛小子跟他们到底是啥关系, 怎么老太太比这老头还要关心呢? 九疯子见我一脸古怪, 叹了口气说, 嘿,这小子是我大丫头的儿子, 两口子忙着做生意, 也赚了点钱, 把他给关坏了。 半年前, 他夫妻两个, 双双出了车祸, 撇歇他一个着, 嘿, 我也只好把他领了过来, 谁知道他这副德行, 真是朽木不可雕。 听了九疯子的解释,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小子不但是九疯子的外孙, 而且还是个富二代呀。 老头子, 我不管, 你必须马上把他找回来,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俺的亲外孙, 万一他要是出了啥事, 跟你没完? 老太太哭天抹泪地说着, 行了, 别好了, 我自有分寸, 你没看把这小子灌成啥样了, 整天睡到下午才起床, 还窝镜打采的, 都挟起上身了, 今天不跑, 明天也得跑。 九疯子红着脸, 一声大吼, 老太太也不敢吱声了, 我没想到黄毛小子还挺悲惨的, 年纪轻轻, 父母爽亡, 心里面也有些不落人, 就对九疯子说, 师父, 他现在走得还不远, 不如我去把他找回来, 否则过一会儿可就不好找了呀。 九疯子拿出手机说道, 呵呵, 他能跑到哪儿去, 如来佛手掌里的孙猴子,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我凑过去一看, 发现九疯子的手机屏幕上, 是一幅卫星导航的地图, 果然有个小圆点正在移动, 顿时惊得两眼变成了兔子。 嘿呀呀, 师父, 行啊, 你还会玩这高科技啊? 哎, 没办法, 都是让这小兔崽子给逼的, 我早就发现这小子不对劲, 走, 咱们跟着这小兔崽子, 顺便出趟门, 挣点零花去。 九疯子对我说道, 我看了九疯子一眼, 一股静意油然而生, 这老头子完全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几乎是个全能神啊。 九疯子换了一身行头, 穿着酱紫色的中式绸布挂子, 浅灰色的休闲裤, 脚灯尖口不斜, 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了, 记着把那本书带上, 没事的时候你也得背背。 九疯子出门, 还不忘督促我背书, 我的心头那就很简单了, 除了那本书, 啥都没有, 倒是师父的东西不少, 除了罗盘和道袍之外, 还有杂起杂巴的一堆法技, 装了一个帆布袋子, 然后由我背着。 这小子已经快到金水市了, 咱们晚两个小时到, 晚上赶到金水市也就行了。 九疯子看了一眼手机, 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和九疯子坐上村子里, 开往金水市最后一辆大巴车, 前往金水市而去。 到了金水市已经是夜幕降临了, 九疯子看了一眼手机说, 这小子在金辉大酒店附近, 很有可能就是住在金辉大酒店, 听说那个酒店挺贵呀, 真舍得烧钱。 那怎么办, 要不我去把他叫出来。 我自告奋勇地说着, 九疯子却不慌不忙地说, 不用劳那个时, 他身上的钱是有限的, 就渴着他糟蹋。 我只是觉得这小子身上有股诡计, 担心他出事, 不过住到高档酒店倒是也安全。 九疯子的话让我心里一惊了, 诡计, 这已经是九疯子第二次说黄毛小子不正常了, 第一次说他邪气上身, 我以为九疯子是说气话, 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我看到黄毛的第一眼, 我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非常的不舒服, 感觉他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让我从心里面产生了排斥的现象。 本以为这小子不着定, 所以也没有往深处想, 现在听九疯子这么一说, 才觉得有问题了, 而且问题很严重, 难道这小子被鬼上身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金水市呢, 是一个省会城市, 在西南省算是最繁华的城市了, 一目降临之后, 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为他披上了一层诡异的面纱, 瞬间把一个真实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虚幻的世界。 我和九疯子就住在金灰大酒店对面, 一并可以就近地监控黄毛的行为。 洗了洗澡之后, 我躺在床上没事, 就拿起那本书翻了起来, 发现上面写着十大天干, 十二地支, 还有六十花子什么的, 初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看了一会儿才看出一些头绪。 看懂没, 知道六十花甲子是啥意思不? 九花子看了我一眼说道, 哼, 师父, 没完全看懂, 不过人过六十位花甲, 一甲子就是六十年, 这是古人的一种计时方法, 对不对啊? 小子算你聪明, 不愧是念过大学的人。 我笑嘻嘻地说道, 嘿嘿, 那是啊, 像我这种有天资的徒弟, 你上哪儿找去? 背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那是小菜一点, 当年高考竞争那么激烈, 我还考了六百多份, 区区六十花甲子, 怎么能难得住我呢? 九疯子说道, 你别嘚瑟,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学前班试试, 就好像你们上学, 刚开始认字的时候, 要背拼音字母一样, 只有把八的天杆, 十二地支, 六十花甲子, 全部倒背如流, 才能排八字, 立四柱, 简单地进行命局的排盘, 大多数人学到这一步, 就开始上街摆摊, 忽悠挣钱去了, 真的忽悠大钱啊? 我十分好奇地问着, 哼, 当然能了, 街头算命, 三分靠蒙, 七分靠骗, 三纸红布上面, 画个八卦图, 再写两句, 特能忽悠人的话, 什么指点迷途君子, 解脱就困英雄, 往街边一坐, 就有人给你送钱, 只要城管不管, 一天一百多, 不成问题, 运气好的话, 一天几百块啊, 九疯子说的, 我去, 一天几百块, 我的娘啊, 那可比我吭吃吭吃, 搬好几天砖还要挣的钱多啊, 师父, 要不我也去街上拜个摊吧, 我顿时怦然心动了, 我赔, 没出血的东西, 那点小钱你能看上眼儿, 俗话说无难不问命, 算命的人大多数都遇到了难处, 学点皮毛就去忽悠人家, 缺不缺德,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背你的花甲子吧, 别打那种歪主意, 九疯子说的是正气凌人, 把我搞得一愣啊, 我靠, 一天几百块, 他还嫌少, 他得挣多大的钱呢, 看来跟着九疯子混, 绝对没错, 我估计他是怕我败坏了他的名声, 才不肯让我去上街拜摊, 听了九疯子的话, 我心中感慨不已啊, 原来学这玩意儿, 学个皮毛就能忽悠到钱了, 亏我当年为了高考, 啃了那么多书本, 还不如背一本一经八卦来得实惠呢, 夜色渐身, 九疯子还没有睡觉, 他买了一包卤猪蹄和一瓶白酒回来, 小子, 正宗的八戒卤猪蹄, 吃不吃? 我晚上没有吃东西的习惯, 就摇了摇头, 于是他就躺在另一张床上, 看着电视, 一边啃猪蹄, 一边喝白酒, 不时的抽上一眼手机, 我知道他是不放心那个不成器的外甥, 我背了一会儿书, 不知不觉的就有点犯困了, 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被疯子给推醒了, 师父, 八夜三更的, 你不睡觉, 干啥? 我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翻了个身, 准备继续睡觉, 睡个屁, 快起来, 那小子有行动了, 九疯子提着我的耳朵, 把我硬拽了起来, 我瞌睡得不行, 于是不满的嘟囔着, 干嘛啊, 大半夜的, 是你的外甥, 又不是我外甥, 你去把他抓回来不就行了吗? 干嘛非得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废话, 我一个人能行, 还找你干嘛? 九疯子顿时喷了我一脸的酒气, 见我一脸不乐意的样子, 就软下口来说, 我刚才去侦查了一下, 他跟三四个小子一起进了酒吧, 那一地方我可没去过, 你不是年轻人吗? 你得带我进去啊, 嘿, 好吧, 我带你去, 但我生命一点啊, 我可不干违法的事, 要抓人, 你自己抓, 看着九疯子有些可怜的模样, 我有些不忍心了, 行行行, 你带我进去, 我自有办法, 九疯子早就把点给踏好了, 那个酒吧有个奇怪的名字, 叫做夜色恐怖谷, 我到了眼前一看, 发现这个酒吧确实挺恐怖的, 整个外装修就像是一个硕大的魔鬼头颅, 看起来猙獰诡异, 魔鬼的嘴巴就是酒吧的进出口, 呲牙咧嘴的做出一副 吞噬的形状, 我不知道是没睡醒还是怎么了, 看了一眼就有些头晕目眩, 那涂了红漆的魔鬼牙齿, 血腥无比, 正在狠狠的上下咬合着, 粘稠的血浆顺着牙缝滴了下来, 我大吃一惊, 急忙揉了一下眼睛, 血腥的情景立即消失了,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酒吧门口那位保安, 正面色古怪的看着我, 看来真的是没睡好啊, 我最恨半夜被人家给叫醒了, 搞得我连幻觉都出来了, 我用力甩了一下脑门, 不满的回头看了酒疯子一眼, 发现酒疯子正盯着酒吧诡异的装修发愣呢, 哎呀, 我的大爷, 你也太老土了, 你这么死盯着看, 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农村大爷, 我不想被那位小保安轻视, 急忙拉住师父的手说, 走吧, 师父, 一个破装修有什么好看的, 说着, 大大咧咧的, 硬是把酒疯子拽了进去, 酒疯子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低声说道, 小子, 没看出来你还有二两胆子呀, 小意思, 这种地方我经常来, 我没有听出酒疯子的话另有含义, 却装着对酒吧很熟悉的样子, 领子酒疯子就向里面走去, 没走几步就听到酒吧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烟酒和香水的滚杂味道扑面而来, 灰暗的灯光下, 形形色色的男女在拼命地晃着身子, 随着音乐起舞, 发泄着过剩的精力, 还有几个女子拼命地摇着头, 惨白的脸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三百六十度用力甩着长发, 一圈又一圈地旋转不停, 就好像是着了模样, 又好像脑子里面有屎, 总是也甩不出来, 卡座里面灯光幽暗, 分不清男女, 因为男人涂脂抹粉, 女的嘴里面叼着香烟, 有的在打扑克, 有的在喝酒, 五光十字的宁红灯 在他们惨白的脸上闪来闪去的, 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场景, 我顿时心跳急剧地加速, 一阵眩晕和恶心, 感觉世界被颠倒了, 恍惚来到了世界末日, 其实呢, 长这么大, 我只去过酒吧一次, 我敢向毛爷爷发誓, 我绝对是一个三号学生, 还是一位朋友过生日, 硬把我拽去的, 当时去的那还是轻拔, 像这种群魔乱舞的场面, 还真是没见识过, 酒疯子进了酒吧之后, 忽然变得紧张起来, 眼睛就像不够用一样, 一会儿死死地盯着那些狂甩头发的女人, 一会儿又死盯着卡座里的男女, 整个人都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 我担心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会挨打, 就说, 师父, 赶紧看看你那宝贝外孙在哪儿, 我快受不了了, 这里面的噪音太大, 好, 酒疯子答应了一声, 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们四只眼睛在酒吧里面扫描了几个来回, 终于发现了黄毛小子, 他正在人群里面嗨得有劲呢, 一头黄毛已经凌乱不堪, 正随着强劲的音乐, 一身一缩, 机械而呆滞, 在他身边还有几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男女, 围着他摇头晃脑袋, 好像在发神经一样, 师父, 你的宝贝外孙在那儿呢? 我刚说完,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围着黄毛跳舞的那几个人, 脸上白茫茫的一片, 好像根本就没有五官, 我以为自己眼气花了, 急忙凝神在看, 那几个人的五官又回到了脸上, 只是惨白惨白的, 没有一丝的血色, 正觉得奇怪的时候, 忽然被酒疯子一把拽住了, 走, 咱们在外面等着这兔崽子, 九疯子的决定是英明的, 围着黄毛小子的那几个人, 无论男女都有纹身, 如果想把黄毛小子强行给带走, 恐怕是做不到的, 我自是没有那个能力, 我正被这里的音乐震得心脏直跳, 巴不得立即离开这儿, 总之这里的感觉, 让我很不舒服, 再待一会儿, 恐怕就要吐了, 出了酒吧后, 感觉到一阵的神清气爽, 仿佛从地狱里面爬了出来, 两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 好半天才缓过劲了, 一个年轻的女人歪歪斜斜的, 从酒吧里面出来了, 身材很是火爆, 但是却衣不遮体的, 也不知道是大脑合断片了, 还是被人下了药, 总之看起来很不正常, 一边走还一边撕扯, 本就不多的衣服, 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 担心她把衣服全撕光了, 酒疯子却是两眼发指, 死盯着那位衣不遮体的女人, 我想师父你也太不讲究了, 身为长辈也不在徒弟面前收敛掉, 联盟拉了酒疯子一把, 但是她却没有打理我, 哎哟, 姐姐, 怎么成这样了, 喝大了, 不舒服,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几个流里流气的小痞子, 围了上来, 装着帮助那位少妇, 趁机在她身上卡起油来, 估计是把这位年轻女人, 当成了施主妇女, 或者出来找刺激的豪门怨妇, 有便宜不占, 白不占啊, 几个坏小子顿时, 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上下其手, 忽然那个女人张开口, 吐了那小痞子一身, 把那个小痞子气得大骂, 你真是个罪事啊, 眼瞎了, 好好的衣服, 看你给我脱成啥眼了, 小痞子脱掉T恤, 随手扔在了马路上, 露出了一身的纹身, 又上去对那女人动手动脚起来, 这小子也太饥渴了, 女人都醉成这样了, 她还不肯放手, 醉狮也能给她捡回去, 这么漂亮的姑娘上哪儿去找啊? 另一个痞子嬉笑地说着, 你们是坏人? 女人嘀咕了一句, 嘿嘿, 我们都是坏人, 姐姐, 我们这可是在学雷锋啊,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一个人少喝点嘛, 来, 我们送你回家, 哈哈哈哈, 几个小痞子嬉笑着, 像一群螃蟹一样, 驾着女人歪歪斜斜地向马路上走去, 准备把这女人塞进出租车,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羊如狼去, 于是连忙掏出手机, 刚拨打了个夭夭还没来得及拨铃, 就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呼啸而来, 接着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那几个小痞子和那个美艳的女人被撞得飞了起来, 几个小痞子飞到十几米远的马路上, 血肉模糊地没了反应, 还有个小痞子被另外一辆急迟而过的汽车造成了二次碾压, 尤其是那个女人, 砰的一声飞到马路对面, 一头钻进了灯箱里, 脑袋却飞出了几米远, 惨白的脸上还睁着眼睛,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忽然发生的车祸让我一下子捂缩了嘴巴, 差一点就吐了出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吓得浑身冰冷, 顿时傻在了那儿, 说实在的,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死人, 亲眼目睹, 死了这么多人, 心里面慌得不行, 地上到处都是蝉枝血块, 头皮都麻木起来, 造势司机下车一看, 顿时傻了眼,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左右开弓地扇起了自己的耳光, 哎呀, 我的妈呀, 空空的马路一个人眼都没有, 怎么死了这么多, 我这是见鬼了呀。 这是我见过最弱智的谎言了, 我看了眼造是车辆, 还是一辆八九成心的宝马, 应该是一个有钱人的, 嘴角不由泛起了一丝冷笑, 不料酒疯子却说, 看到没, 生意上门了, 那胖子遇到了鬼遮掩, 正在倒大没, 你去给他送张名片。 我听了心里一惊, 啊, 鬼遮掩? 师父, 这个人铁定要坐牢的, 你给他送名片, 没用啊? 酒疯子却说, 嘿, 你懂个屁, 正是因为他要到大牢里去, 我才给他送张名片, 你知道大牢里关的都是什么人, 那都是倒霉蛋, 过几年他们出来了, 会给我带来多少生意? 我一愣了, 看了师父一眼, 发现他正在老谋深算地看着我, 这个时候他居然能想起来做生意, 真是个奇葩, 怪不得人家都叫他张疯子, 师父, 还是你去吧, 我太嫩了, 怕镇不住他呀, 我其实是心里面有些心虚的, 没出息, 看我的, 酒疯子咳嗽了一声, 双手往背后一背, 迈着方步四平八稳地走了上去, 我跟在师父后面一步一驱的, 那位肇事司机还在哭天抢地, 仿佛死的都是他的蝶鸟, 但是嘴里面反反复复的还是那几句话, 空空的马路一个人眼都没有, 咋死了这么多, 我这身见鬼了呀, 我们走到他的跟前, 他居然没有半点的反应, 仍然在那念叨着, 说一句话, 扇自着一个耳光, 似乎想把自己扇得清醒过来, 师父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小哥, 小哥, 司机抬起头, 用狮神的眼睛看着师父, 我真的啥也没看到, 空空的马路上一个人眼都没有啊, 我知道你啥也没看到, 因为你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正在倒打煤, 司机的瞳孔猛然间放大了, 一把抓住师父的手说, 师父, 您是? 平时不记得, 货报找上门, 你欠女人的太多, 死了阴德, 故而有此一劫啊, 师父盯着那胖胖的造势司机, 冷冷的说道, 那胖子一听, 顿时脸色沙白, 喃喃自语的说道, 高人, 高人啊, 师父说到这里, 高傲的昂起了头, 不再理会那胖子, 起身欲走, 胖子忽然反应过来, 一把抱住师父的双脚说, 师父, 我也大难如此, 你就可怜可怜我, 看看我有解无解啊, 前进散尽, 三年牢狱, 因果未了, 冤寨未去, 师父说完, 丢下一张名片, 头也不回地说, 三年后, 再来找我, 那胖子连忙从地上捡起名片, 如获质宝一般, 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这个时候, 几辆警车呼啸而来, 车上跳下一群人高马大的交警, 二话不说, 咔嚓一声, 就给胖子上了铐子, 警察大哥, 冤枉啊, 空空的马路上, 一个人也都没有, 我这是见了鬼啊, 胖子机械的, 重复着刚才那几句话, 你这样的, 我们店多了, 出事的人都这么说, 死了这么多人, 你去他们家属那说吧, 把嘴张开, 测试酒精, 经过检测, 这胖子确实没有喝酒, 警察还是不客气地, 把他塞进了警车, 然后开始测量尸骨现场, 捡残肢, 收拾, 我亲眼地看到, 他把那个美艳女人的头颅捡进了盆子, 并且覆盖上塑料薄膜, 动作娴熟专业, 不大一会儿功夫, 警车就呼啸而去了, 等着吧, 三年后必有收获, 这段生意算是做成了, 九疯子看着远去的警车, 念须而笑, 我不由地对师父伸出了大拇指, 师父, 高, 实在是高啊, 连派发名片都这么有气场, 九疯子得意地说道, 小子, 这不过是雕虫小技, 你以后要学得多着呢, 我和师父刚才忙着派发名片做生意, 却忽略了对酒吧的监控, 回头一看, 又一本小痞子从酒吧里面出来了, 奇怪的是, 五个人居然钻进了一辆车子里, 也不知道是怎么塞进去的, 而且上车的速度极快, 没怎么看清楚就已经在车上了, 三男两女, 其中一个就是九疯子的宝贝外甥黄毛, 师父, 你外甥出来了, 我急忙向九疯子提醒, 九疯子喊了一嗓子, 还没来得及说话, 速出车就急迟而去了,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快快快, 快帮我拦个速出车, 要出事啊, 九疯子脸色大变,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午夜, 刚走的那辆车车, 是守候在酒吧的最后一辆, 其余的车车早就已经下班回家了, 我们站在马路中间, 等了好半天, 才遇到了一辆车车, 我急忙伸手把它拦了下来, 大概是我的动作太过夸张, 司机还以为遇到了劫匪, 愣了一下时才说, 两位, 上哪儿啊, 九疯子也被问得一愣, 前面那辆车早就无影无踪了, 他一急之下, 急忙逃出手机, 递给司机说, 你看这导航走, 那上面有我们跟踪的目标, 他往哪儿走, 你就往哪儿开, 司机看了一眼九疯子的手机, 脸色都变了, 你们, 你们干什么的, 不会是违法的吧, 我们, 我们在执行任务, 你知道吧, 前面的人如果出了事, 我们是去保护他, 出了人命, 你负责, 九疯子顿时胡看一通, 司机疑惑地打了一眼九疯子说, 看你这样子, 也不像是警察啊, 我见九疯子有些难堪, 灵机一动, 故意沉下脸来, 对司机说道, 你大概不知道, 有种人叫仙人吧, 给钱还堵不住你的嘴, 司机看了我一眼, 连忙毕恭毕敬地说道, 明白, 明白, 你一看就是警察, 他是仙人, 我保密, 保密, 九疯子看了我一眼, 惊讶地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我得意地, 想他暗暗地伸出了大拇指, 意思是说, 你的土地也不是车速的吧, 司机根据九疯子的手机导航, 司机根据九疯子的手机导航, 七拐八拐地来到了郊区的一栋, 别墅跟前才停下了车, 然后神经兮兮地笑声说, 根据你们最重的目标, 犯罪分子就在这栋楼里, 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面等着我, 要不我一定会冲上去的, 我见司机煞有介事的样子, 十分的滑稽, 就笑着说, 不用, 你已经进到了一个市民应尽的义务了, 说着正要掏钱给司机, 没想到他连连白手, 不用, 同志, 警民一家亲嘛, 请记住我的车号, 别忘了到单位给我送一面请骑, 说着频频地招手, 带着一脸油腔滑掉的笑意, 钻紧搓出车, 一溜烟地走了, 行啊, 小子,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九疯子对我是大家的赞赏, 那是, 你也不看看我这个徒弟是谁, 那可是名牌大学出来的, 我十分的得意啊, 行了, 别得瑟了, 咱们得赶紧进去, 我总觉得今天晚上要出事啊, 九疯子十分紧张地说着, 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别墅, 很讲究, 光明贵的香章树都种了十棵, 有些心虚地说道, 师父, 你看清楚了, 这可是有钱人家的别墅啊, 前面那几棵香章树, 至少一只三百多万, 咱们这么进去, 不会被当成贼吧, 有钱人的别墅, 老子劲得多了, 像这种做多了魅心事的王八盖子, 见了我不下跪磕头都不错了, 还敢打我, 九疯子倒是十分的牛气, 我以为他是锤大话, 没想到他下面的动作更加让我惊讶, 他身子一挨, 轻轻一跳, 就好像一只庇护一样, 爬上了院墙, 三下五出二的就爬上了墙头, 然后冲我着了着手, 我一看老爷子这么大岁数都爬上去了, 我也不能落后啊, 于是就小心翼翼的也爬了上去, 但还是被什么东西给挂了一下, 我们还算顺利的爬了进去, 却忽然感觉到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这是一种城堡式的别墅, 占了很大一片面积, 虽然很大很排场, 但是却没有意思的人气, 死气沉沉的, 只有最顶层的一栋楼, 开着灯, 其他地方全都是黑灯瞎火的, 给着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放心吧, 小子, 这宅子一看风水就不行, 肯定是一栋不常住的别墅, 估计只是那群百家子, 偶尔在这里聚会, 平时连个人都没有, 九疯子见我有些心虚, 就给我装胆, 我抬头看着那层亮着灯的窗户, 透过很薄的印花窗外, 看到两个隐隐绰绰的女人的身影, 曼妙玲珑, 显然没有穿衣服, 在灯影下摇曳的, 透出了一种勾人魂魄的诡异之气, 九疯子蒙住眼睛喘了口粗气说, 走, 直接上顶楼, 我心里面咚咚直跳啊, 连九疯子都受不了, 何况我这是热血沸腾的年龄呢, 顿时心虚的不行,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今天可是跟着师父第一次出生, 啥也不懂啊, 我心里面那是一点底都没有, 想着九疯子上去抓人, 搞不好要干账, 那群文士的小痞子可不是吃素的, 我就想在地上摸个什么家伙壮胆, 可是摸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摸到, 只好空着两只手, 跟着九疯子向楼顶爬去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刚爬上楼顶, 我就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声乐, 听起来很奇怪, 透过窗户, 我隐隐地看到里面有三男两女, 正是从酒吧里面跑出来的那帮小痞子, 因为被帘子挡住了视线,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只听到哼哼唧唧的奇怪的声音, 酒疯子的宝贝外孙跟个傻瓜一样站在一边好奇地看着, 嘴里面的哈喇子流了几尺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听着这奇怪的声音, 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连心跳都加速了, 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恐惧还是怎么回事, 总之觉得很不舒服, 其中一个女人从不连扭过了脸, 遗憾的是长长的披肩发把半张脸给遮住了, 只露出了精巧的嘴巴和深邃的眉目, 美中不足的是肤色太白, 没有血色, 反而更加显得美艳了, 这么美艳的女人怎么会跟一帮小痞子混在一起呢, 真是可惜了, 我正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 忽然背后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手心, 原来是九疯子听到我呼吸急促, 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下, 我暗道惭愧呢, 都是修道的人, 怎么这点定力都没有, 心想, 师父啊师父, 你也年轻过, 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呢, 我急忙定了定心神说, 师父, 怎么办呢, 要进去吗, 剪急行事, 九疯子把食指放到嘴边, 做了一个紧声的动作, 我越看越奇怪, 这两个女人的神态和那个车祸中死去的美艳女人, 竟然有几分相似, 那个女人似乎意识到有人来了, 慢慢地把脸转了过来, 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啊, 美女那白皙的俏脸忽然变成了五紫色, 就像挨了打, 轻一块, 紫一块的, 眨眼间又变成了一脸破烂的腐肉, 爬满了蛆虫, 他冲着那几个小痞子, 黑黑黑的一声怪笑, 忽然张开几寸长的獠牙, 要撕咬怀中的男人, 九疯子大吃一惊, 急忙推门去救人, 可是大门已经被反锁了, 怎么推都推不开, 啊, 沉浸在温柔乡里的小痞子回头一看, 美女变野兽吓得一声大叫, 不顾一切地从玻璃窗户里飞了下去, 另一对男女也吓破了胆, 一声尖叫跟着也跳了下去, 那名轻面獠牙的女人转身向黄毛走过来, 黄毛吓得直接瘫软在地上, 逗逗, 快过来, 把门打开, 九疯子排着门急上的大喊, 逗逗大概是黄毛的辱名, 他已经被吓得两腿抽筋了, 别说让他把门打开, 连站都快站不起来了, 只能哆嗦着一点一点地向门口这边挪动, 轻面撩腰的女人一声宁笑, 伸出足有几寸长的无青指甲, 向着黄毛抓了过来, 九疯子大吃一惊了, 鸡猛将双手合在一起, 摆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嘴里面不知道咕噜了一句什么咒语, 那个女人忽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转身从窗户里飞了出去, 小豆子, 小豆子, 九疯子拍着门大声地叫着, 可是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不知道黄毛小子是死是活, 小子快把门撞开, 九疯子救人心切也顾不得许多, 我撞了几下根本撞不开, 这门出奇的结实, 就说道, 师父别费劲了, 报警吧, 这种有钱人的大门我们是撞不开的, 再说了, 搞坏了人家的门, 咱们赔不起啊, 唉, 我也是急糊涂了,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到底还是要把警察给招来, 九疯子根本不想跟警察打交道, 但是为了他的宝贝外甥, 他也只好同意了我的建议, 小子, 等下警察来了, 啥也别说, 就说我们从酒吧跟到这儿, 过来就这样了, 我理解九疯子的意思, 这种事情跟警察说不清楚, 搞不好还会把自己给牵扯进去, 节外生枝惹起麻烦, 所以他才不愿意见警察, 但是事已至此, 不报警也不行了, 我拨打了电话报警,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几辆警车鸣着警笛出现在了别墅面前, 几名警察冲了上来, 听书屋里面还困着一个人, 二话不说, 急忙用了一个类似于古代工程工具的玩意儿, 破门大冲, 连冲了两下, 才把大门给撞开, 进门一看, 才发现黄毛已经晕倒在地了, 经过一轮抢救, 黄毛小子才醒了过来, 醒来后, 眼神惊惧, 大声地叫去,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当警察问他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又变得眼神呆滞, 一问三不知, 警察觉得他可能受到了刺激, 决定先带回去再说, 随后, 警察在别墅的前面草地上, 发现了两对男女的尸体, 戏是坠楼死亡的, 由于出了人命, 我们也只好到警察局去录一下口供, 我和师父事先统一了口径, 警察问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只好让我们先回去, 留下电话号码随叫随到, 他们则把黄毛小子给留了下来, 因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 回到旅店, 我的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心想九疯子的徒弟, 果然不是好当的呀, 第一天跟他出来, 就进了局子, 万一那警察把这案子定性为他杀, 我和九疯子既不是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了, 如果说不清楚被下了大狱, 这辈子也就完了, 师父, 咱们不会惹上官司吧, 我越想越害怕呀, 嘿, 都是这兔崽子害的, 出门太急, 没问卦, 还是先问一卦吧, 九疯子也有点紧张的, 急忙的从口袋里面摸出了几枚油光发亮的铜钱, 放在手里面摇了摇, 然后将铜钱撒在地上, 仔细一看, 顿时如是重复, 脸色才淡定了下来, 嘿嘿, 没事, 没事, 小子, 把心放到肚子里, 不出三天定有分晓, 睡觉吧, 九疯子黑黑一笑, 收了铜钱倒下就睡, 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没睡觉, 又被叫到橘子里盘问了半天, 确实是累了, 九疯子一倒下就寒声如雷, 几枚铜钱居然能给他带来如此大的自信, 实在是让人不解啊, 见九疯子一脸的轻松, 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倒在另一张床上, 不知不觉的也睡着了, 我和九疯子一觉睡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忐忑不安的过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 我想应该有消息了吧, 谁知道从早上到下午五点半还没有消息, 眼看着就要下班了, 我想完了, 这一次说不清了, 九疯子预测的一点都不准呢, 搞不好是要吃官司的, 九疯子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 就说道, 你急啥子, 陈若基, 谁知道九疯子的话说完不大一会儿, 公安局就打来了电话, 说是黄毛出事了, 让我们过去一趟。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渔, 游牧斯维为您播讲。 我一看时间, 已经下午六点钟了, 怎么下班了才给我们打电话呀, 顿时预感有些不妙, 心想黄毛不会是挂了吧, 然后就和九疯子从属茫茫的赶到了公安局。 一位警察告诉我们, 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兴奋剂的残留, 粗不断定是兴奋剂置换坠楼的, 我心里面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 心想总算是没有节外生枝把我们给牵扯进去, 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本想在黄毛身上突破线索, 没想到这小子醒了之后就跟傻瓜一样, 一问三不知, 甚至连自己姓谁名谁都不知道了, 前言不达后语的神志完全不正常, 所以才得出了兴奋剂置换的结论。 这位警察还稍待把九疯子给训斥了一顿, 你看你这家长, 怎么当他, 这孩子八成是吃了兴奋剂, 都快吃成二百五了, 按道理说应该强行戒毒的。 九疯子急忙陪着笑脸说, 是是是, 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他父母不在了, 我是他的老爷, 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 好了, 领回去吧, 下次别再让我们看到他, 否则直接送戒毒所。 警察十分不客气地说着, 黄毛的眼神呆滞, 见了我们毫无反应, 也不跟九疯子打招呼, 就像个木头人一样, 怪不得警察要把他给放了呢。 我想, 这小子怎么成这样了, 难道是吃兴奋剂吃过头了, 还是被吓傻了, 脑子现在还在短路呢? 九疯子用犀利的眼神看了黄毛一眼, 一言不发, 一把揪住他就往外走。 这个时候, 外面的夜色已经朦胧了, 我们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打车,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连拦了几辆车都没有停下。 我想, 黄毛这个样子像个罪鬼, 站都站不住, 九疯子拉着他还亮亮呛呛呛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才打不到车吧。 最后, 我们只好乘坐一辆公交车回到了宾馆, 我和九疯子扶着黄毛, 从一楼进入电梯, 到二楼的时候, 电梯忽然停了下来, 我看到我们这门口等了一大群人, 奇怪的是, 他们向电梯里面看了一眼, 没有一个要进来的意思。 我们住在六楼, 电梯又继续往上走, 到四楼的时候, 电梯又停了下来, 电梯门一打开, 就看到两个女孩正准备要进来, 忽然又推了出去, 一脸惊讶地说, 哇, 这么多人, 太挤了, 女孩的话让我一愣啊, 难道很挤吗?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四周, 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三个人, 怎么会拥挤呢? 难道还有其他人吗? 我想到这里, 忽然意识到不对了, 立刻汗毛倒数我, 我看了看九疯子, 发现他阴沉着脸, 一句话都不说, 我只好忍着也不吭声, 可是心里面确实很紧张的, 到了六楼, 九疯子把黄毛往床上一扔, 就命令我关上房门, 我关上房门, 回头一看, 黄毛像他烂泥一样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 哥们儿, 你们都来了, 你带着妹子不错啊, 姐妹儿, 以后多多关照, 有漂亮妹子, 别忘了给兄弟介绍啊, 黄毛似乎在同时跟很多人说话, 又是哥们儿, 又是姐妹儿的, 虽然闭着眼睛, 但是脸上却是露出了一副猥琐的色相, 身态十分的诡异, 我正感到奇怪呢, 忽然听到房门后, 只压了一声, 好像有人推门进来了, 动作很轻, 难道是服务员吗? 不对啊, 服务员进来会先敲门呢, 我急忙回头一看, 房门依旧关得好好的, 根本没人进来, 难道是我耳朵听错了吗? 我不由地看了一眼九疯子, 他也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 呀, 这怎么回事儿? 我不信邪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索性一把拉开房门, 想看看门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拉开房门一看, 走廊里面空空荡荡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只有两盏吊灯发着惨白的光, 我仔细看了一下走廊, 确定没有人之后正准备回房, 忽然发现电梯门开了, 我对电梯间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空空荡荡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既然没有人, 电梯怎么会停在这儿呢? 难道又见鬼了? 我想到这里头皮发麻, 联想到今天的事情越想越不对, 就急忙地回到房间, 把门关了起来, 黄毛还在那里, 闭着眼睛胡说八道, 嘀嘀咕咕的没完没了, 说得很是这道, 九疯子正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见我回来就问, 外门啥情况? 我摇了摇头, 奇怪啊, 一个人影都没有, 但是电梯门却自己开了。 九疯子听了声音, 没有吭声,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嘴里面嘀咕着, 他奶奶的, 这兔崽子是白鬼缠身的。 白鬼缠身? 我一听, 吓了一跳啊, 怪不得今天晚上这么多异常的现象, 这个时候, 黄毛忽然说, 爸, 妈, 你们也来了, 我不陪你们了, 我有好多朋友, 等会儿, 要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 我一听, 更加害怕了, 我的个乖乖, 连黄毛死去的爹娘都来了, 这小子胡言乱语的, 太神人了。 黄毛叔到这儿, 忽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就要出门去, 九疯子脸色大变, 眼急手快地将黄毛摁在床上, 然后对我大声喊道, 快, 拿朱砂。 我知道, 九疯子是要画幅真鞋, 赶紧打开九疯子的帆布包, 可是里面杂七杂八的什么东西都有, 这些道具我还不熟悉, 慌乱之下, 竟然找不到朱砂在那儿。 小子, 你能不能快点儿? 九疯子咆哮地说着, 他大概快按不住黄毛了, 被九疯子一催, 我更加找不到了。 小子, 你来按住他, 我来找。 九疯子急了, 我急忙窜过去, 按住了黄毛, 谁知道九疯子一松手, 这小子忽然跟吃了大鲤丸一样, 一下子站了起来, 力气打得惊人, 我根本就按不住他。 九疯子一看, 也顾不得找朱砂了, 急忙和我合理拽住黄毛, 我们一人拽住他一条胳膊, 可是黄毛仍然挣扎着, 向门口跑去。 这小子细胳膊细腿的, 怎么那么大的力气? 我和九疯子两个人竟然拽不住他, 硬是被他拖得, 亮亮腔腔的向门口跑去, 好像有很多人在拉着他一样, 实在是非一所思啊。 九疯子见情况不妙, 急忙伸腿一半, 黄毛小子扑通一声跌到了地上, 他急忙骑在黄毛的身上, 没想到黄毛一脸的争鸣, 嘴里面发出咯咯咯的怪音, 呲牙咧嘴的还要往起爬, 我急忙扑上去, 按住黄毛的两只胳膊, 他的两只爪子像野兽一样, 把地板抓得咯咯咯咯的作响, 连指甲都快给抓烂了, 血淋淋的依然是不肯罢休。 我看得毛骨悚然啊, 心里面是直冒凉气啊。 九疯子情急之下咬破中指, 在黄毛的眉心用力一恩, 嘴里面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咒语, 随着一道血印摁在黄毛的眉心上, 他的眉心滋的一声冒起了一股青烟, 顿时发出了一声不像是人生的惨叫, 浑身一软昏了过去, 又变成了一堆烂泥。 秋疯子是大汗淋漓啊, 但是却一点都不敢松懈, 他如临大地地说, 今晚来的都是横子贵, 快准备诛杀, 还有皇旨。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黄毛立即跪下磕头 一切听从师父的吩咐, 谢谢师父的大恩大德。 师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黑桃坛子, 他嘴里面念念有词, 将罩在黄毛头上的那一块黑布猛地掀了起来, 带着一缕青烟放进了坛子。 黄毛就像是被抽了魂一样, 胡同一声软软地倒了下去, 瞬间失去了知觉。 师父的院子里面有一口老井, 早就没有水了, 经常用一块石板给盖着, 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打下来的。 据村里面的老人们说, 那个苦井有个年代了,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一片老宅, 后来兵荒马乱地老宅成了废墟, 但是那口井却还在, 师父把坛子给封好了, 让我沉到院子里的苦井。 我捧着坛子来到院子里面, 挪开那口盖着的苦井, 瞧了一眼冷森森的苦井里面, 想到那女鬼的暴力, 我不禁地有点心虚啊。 小红啊, 这可是师父的意思, 你可别怨我啊, 我也是冤死鬼转世, 上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大的冤屑, 这辈子我还在倒霉呢, 你可别找我的事啊, 不过这个地方挺凉快的, 我看挺适合你养魂的, 你就暂时在这儿委屈一会儿吧。 我嘀咕了一阵, 也不知道这女鬼能不能听得到, 然后就把坛子放进水桶, 用一根铁丝慢慢地沉到了井底, 然后将井盖给盖上, 留下了铁丝打了个活扣, 以便随时能把坛子给取出来。 等到我回到屋子里, 发现黄毛已经醒了过来, 她的神智已经恢复了正常, 摸着额头上两个紫色的包说, 咦, 奇怪啊, 我的头上砸起了个包。 石娘嬉嬉一笑说道, 你喝醉了, 摔的? 不是吧, 我都摔成这样了。 黄毛却是一脸的诧异, 我师父把眼一瞪说道, 什么摔的, 你这是经常泡巴, 遇到脏东西的, 还记得那天晚上跟你一起鬼混的四个年轻人吗? 都已经跳楼死了, 整天跟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混, 要不是我跟着你, 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黄毛哆嗦了一下, 低下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好了, 孩子知道错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再说, 酒吧里面也有正常人, 怎么能说人不人鬼不鬼呢? 师娘生怕激怒了外甥的少爷脾气, 搞不好又要离家出走, 这小子是听不得重话的人。 奇怪的是, 黄毛这次很老实, 显出难得的拐顺, 和他之前的叛逆性格简直判若两人。 还正常人呢, 你是没到那酒吧去看过, 那些都是些什么人, 如果只是跳跳舞, 唱唱歌也无可厚非, 男男女女抱着护肯都不逼人的, 对上眼了就直接去开房, 邪气得很, 俗话说万恶音为瘦, 都乱成这样了, 哪有不中邪的。 九疯子对线下的一些社会丑袭很是分开, 又继续说道, 我不是不让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要看看是干什么, 如果不是晚上有事上班, 经常睡到下午不起床的人, 肯定有问题, 这种人夜以继日, 两边不见天, 该养阴的时候不能养阴, 该接阳的时候不能接阳, 长期以往精力不集中, 大脑就会浑浑噩噩的魂不守舍, 这种人已经挣不压邪了, 轻则脏东西上身, 纵则会出大事, 那些恨死之人大多数都是这种。 我师父给黄毛上了一堂政治课, 虽然有点吓唬人的嫌疑,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意外的灾祸往往来自语, 精神上的不集中。 黄毛一句话都不说, 老老实实地听着话, 我估计这小子是被吓破胆了, 九疯子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 也不忍心再说他了, 好了, 吃一千长一智, 知道错了就行了。 然后又对师娘说, 这娃娃长期过的不是正常生活, 元气丝毫的厉害, 你给他顿着老母鸡, 补补身子吧。 我笑着说, 师父, 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占点便宜啊? 师父却又说, 什么便宜不好占, 你要占这种便宜, 他现在是正不压邪, 元气枯萎之人, 我是在帮他驱邪扶正, 光吃老母鸡还不行, 还得开中药, 一天一计, 连浮九十天才能恢复元气, 你也要吗? 我一挺, 连连摇头, 那就算了, 我可不想吃药。 九疯子黑黑一笑说, 我啥时候也不会少了你小子的口福, 这几天事出突然, 日子也不太好, 还没顾得上给你办入门礼, 师父说到这里, 掐着关节一算说, 后天是个好日子, 明天让你师娘给你准备一下, 别的我不讲究, 可是这个拜师礼马虎不得。 啊, 还要拜师啊? 我一听有点心虚啊, 前面送了两瓶五粮液, 再送礼, 我可是送不去了。 废话, 你不拜师, 谁讨行讨废的教你真本身, 这可是传承。 九疯子见我一脸为难, 奇怪地说道, 又不让你掏钱, 你怕啥? 嘿, 师父, 不怕你笑话, 我现在是穷的, 一个大字都拿不出来, 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您看, 这拜师礼。 跟九疯子相处了几天之后, 我基本上摸透了他的脾气, 他这个人喜欢嘻嘻哈哈的, 若是正儿八经地跟他说, 反倒是不讨他的喜欢, 所以我也嘻嘻哈哈地把难处说了出来, 你小子, 把我看成什么人啊, 你以为我是要收你的礼金, 我是那么贪财的人吗? 你记住, 胡子上的米粒吃不饱人, 我就算是贪财, 也不会在你身上打主意。 九疯子气呼呼地说着, 我知道九疯子的脾气啊, 越是看起来生气, 越是不生气, 于是就嬉皮笑脸地说, 师父,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我就怕师父你是阎王不嫌鬼兽啊。 我呸, 你别觉得自个儿委屈, 收你这个徒弟我还亏本, 你知道不? 你吃的住的用的都是高标准, 跟个老干部也差不多, 还不知道好歹, 钱是惹祸的根苗,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钻进田野里了? 道家讲究的是缘分, 你就是没有一分钱, 只要咱们有师徒的缘分, 我也会收你为徒, 若是没有这师徒缘分, 你就是送我一万两黄金, 我也不会收你, 咱们这个拜师礼, 主要是把你领进门, 在主师爷面前把话说清楚, 让他老人家知道, 有你这么一号徒弟, 你也知道自己是哪一门派, 不至于将来闹了笑话, 咱们这一行是非常讲究传承的, 师父对师徒的传承很是讲究, 专门查了黄道吉日, 并且提前做足了准备, 到了第三天, 师娘一早就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然后又烧了一锅柚子水, 让我沐浴更衣, 我洗得干干净净之后, 师父把我领到了堂屋, 神岸上摆放着水果糕点, 上面点着长生香, 神龛上供奉着一尊神像, 是一个骑着猛虎的纵然大汉, 手里面拿着一把桃木剑, 看起来很是威猛, 和一般的先锋道骨却不太一样, 这是祖师爷张道林张天师, 我们都是他手底下的门人, 他创建了正义蒙威道, 又叫五斗米教, 入门弟子不需要送金银财宝, 只需要叫五斗米即可, 我好奇地说, 他就是张天师啊, 我只在电视里面看到过他的传奇, 没想到还真有这个人呢, 师父, 我是不是也得教你五斗米啊? 不用, 咱们又不缺这五斗米的粮食, 那都是过去的老规矩, 你记住, 它是我们的祖师爷就行了, 虽然说道教渊远流长, 但是之前一直掌握那些达官贵人的手里, 老百姓没有资格修炼, 张天师辞官之后, 创建了五斗米教, 并且广受门徒, 把治病救人的道书传播到民间, 我们应该感谢他呀, 他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爷, 你以后学的东西都跟他有关, 师父, 我先给祖师爷磕个头吧, 听完师父这一介绍, 我两腿发软, 好像见了最大的boss, 我得赶紧抱抱大腿啊, 你猴急啥, 先把衣裳脱了, 啊, 脱衣服, 在祖师爷面前脱衣服, 可是对他老人家不敬啊, 你小子, 想哪儿去了, 我是给你做敬身礼, 不敬身才是对祖师爷最大的不敬, 刚才不是已经用柚子水洗过身子了吗, 刚才那只是一般的水敬, 现在我要当着祖师爷的面, 给你法脉通身, 这样你才能百歇不轻, 我之后脱了衣服, 光着膀子站在神像面前, 师父重新点燃了三根香, 然后对着神像拜了拜, 嘴里面开始念念有词, 弟子愚钝, 王为正义, 蒙为道, 天为派, 第六十八代传人, 一生碌碌无为, 亲手弟子, 九疯子念到这儿, 大概是忘了我的名字, 他只记得我的乳名, 我的乳名叫狗丸, 这么不雅的名字, 肯定不便在这么庄重的场合使用, 于是回过头来问我, 你的大号叫什么? 左小兵, 见九疯子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有点想笑, 师父听了又接着念叨, 精疯弟子左小兵, 为正义蒙为教, 正轨道六十九代传人, 请师祖法脉赌身, 师父念完之后, 见我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就说, 你小子咋不下跪, 快跪下, 你刚才不是说不让我跪吗?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我念的时候你就要跪下, 九疯子还踢了我一脚, 我连忙跪下, 九疯子又开始念经, 我还以为倒是不念经, 平时也没见九疯子念过经, 没想到他念起经来就是长篇大论, 足足念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腿都给跪得麻木不仁了, 他走到神坎前, 拔下香火念念有词, 然后一路走到我的跟前, 神色极为的庄重, 我想师父大概要给我做精神礼了, 谁知道九疯子大喝一声, 法脉通身, 显真道, 入门弟子, 见乾坤, 他忽然手心一晃, 一把燃烧的香火, 在我前心后背上快速的滑动, 就跟他平时画幅一样一气合成, 只见火星四剑, 青烟直冒, 一道道闪亮的符纹钻进了我的皮肤, 我只觉得身上刺骨椎心一般的疼痛, 痛得我呲牙咧嘴的, 窒息凉气, 好在时间不长, 虽然只有几秒的时间, 但是椎心刺骨的感觉, 一辈子我都忘不了, 奇怪的是, 师父用燃烧的箱头, 在我身上画完符之后, 我的皮肤依然光洁完好, 连一个红点都没有留下, 好了, 快给祖师爷磕头, 你现在已经是正义蒙微教, 正轨到第六十九代传人了, 九疯子十分满意地说道,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听师父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入门弟子, 顿时兴奋地说道, 我现在也是张天师的传人了, 以后有祖师爷罩着我, 师父, 你也姓张, 你莫非是张天师的后裔? 我对九疯子的背景很好奇, 因为他家是外来户, 我的家乡叫赵家村, 外姓不多, 几乎全是姓赵的, 就我一家和九疯子一家是外姓, 我们一家是解放前逃难, 逃到赵家村的, 九疯子一家是文革之后搬来的,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只适合躲难, 和平年代搬迁到这里, 倒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九疯子来路很神秘, 九疯子听了哈哈一笑, 我和祖师都姓张而已, 张姓脉络分之众多, 张天师可是东汉人, 我可不敢高盘呢, 不过我的祖上还真做过道士, 我的道书都是家传, 祖爷爷传太爷爷, 太爷爷传给爷爷, 爷爷传给我爹, 我爹又传给我, 只是到了我这一带, 只剩了两个棍女, 所以我只好传给你, 这么说的话, 师父的祖宗就是我的祖师爷了, 给我讲讲咱们祖师爷的事儿吧, 我拍着师父的马屁, 其实就是想打听一下他的背景来头, 你小子还算有点小心, 既然入了门做了弟子, 那就是自家人, 我不光把你当徒弟看待, 还把你当做儿子一样看待, 给你讲讲祖上的事情, 也是理所当然, 我从小呢就喜欢听故事, 况且这个故事还是九疯子的家事背景, 所以我更加的感兴趣, 于是急忙做出一副聆听状, 急不可耐的等着师父讲他的家事, 九疯子却是一点都不着急, 他喝了一口茶, 慢条斯理的说道,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的, 究竟是哪朝哪代发生的, 连上辈人都忘了, 反正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 我们代代人对这个故事都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是发生在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情, 九疯子开始娓娓道来, 我竖起了耳朵, 生把漏掉关于九疯子家事的任何一个情节,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 凌厉的北风, 捂捂掩掩掩的像鬼叫一样在山谷中游荡着, 有三个穿着粗布长衫的书生, 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背着沉重的祖纸疏楼, 拄着木棍当作拐杖, 在冰天雪地里面伸一脚, 潜一脚地走着, 凌厉的寒风吹得他们方亲后面的飘带, 随风起舞, 像刀子一样钻进他们担保的衣服, 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是兴奋和期望, 因为此去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明年就是三年一度的大考了, 十年寒窗就要减分晓, 谁能不兴奋呢? 这三个人是进清赶考的穷书生, 九疯子的祖宗就是其中之一, 有钱人家的富家子弟或骑马或坐轿, 在师爷和家庭们的前呼后拥下, 紧紧赶考, 寒门子弟出一趟远门很不容易, 只能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量到京城, 所以他们得提前一年从家里面动身, 顺利的话赶到京城也需要一年的时间, 如果是路上遇到了盗匪, 那就是生离死别了, 所以穷书生们往往结伴而行, 为的就是图个安全, 这三个书生探着赶路, 决定在天黑之前穿越一条峡谷, 这条峡谷叫做七里沟, 大家想着七里并没有多远, 天黑之前应该可以走过去, 没想到进了山沟之后就刮起了白毛峰, 天色也阴霾了起来, 细碎的雪末在白毛峰的吹动下直往眼里面钻, 这么一来大大的影响了他们前进的速度, 刚刚走了一半天就慢慢的暗了下来, 想在天黑前走出去那是不可能了, 书生们想找个地方住下来, 可是他们绝望的发现这山沟里面荒芜人眼, 根本就看不到有人居住, 这下子书生们慌了, 今晚要是找不到地方住, 肯定要冻死在这山沟里面来, 于是大家伙拼命的往前赶路, 期望着在天黑之前能找到一组归宿, 可是越走越荒凉, 大家心里面也越来越紧张, 就在天药黑定的时候, 忽然看到前面有一所破破烂烂的茅草房, 一半被雪给压塌了, 一半还勉强地支撑着, 书生们一阵高兴啊, 也不知道那半间草房里面有没有人, 就急急忙忙地往那边跑了过去, 到了跟前才发现, 这半间草房里面发出了微弱的灯光, 一扇破门板四处露风, 一盏如豆的灯光摇曳不定, 这一家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可是除了这一家再也没有其他的去处, 书生们也只好敲了敲破门板, 希望在这里面能借宿一晚上。 走吧,这里不留客, 茅屋里面传出了一个老太太干瘪苍老的声音, 老太太,我们是过路赶考的, 不是坏人, 求求您行行好, 我们快要冻死了,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 里面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位苍老的声音再次说道, 你们自己把门推开吧, 老师不方便。 书生们推开门一看呢, 屋里只是一间破烂的房子, 地上放着一块泼木板, 木板上躺着一具尸体, 上面盖着一床棉被, 只露出头部在外面, 耳朵和面部已经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 显然已经死去很多日了, 好在天寒地冻的尸体并没有发臭, 那位干瘪的老太太就坐在尸体的旁边, 用同一床棉被暖着身子, 他干瘦的脸上只剩下一张皱皱巴巴的皮, 两只无神的眼睛镶嵌在窟窿里, 面无表情地对书生们说, 坐下来暖和暖和暖和吧, 这是我家老头子, 已经死去很多天了, 这山谷谷里只有我们俩人, 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本来不方便招待你们, 可是你们硬要进来, 那就坐下暖和暖和吧。 几个书生对视了一眼, 看着老头的尸体, 心里面有点发怵啊, 但是天寒地冻的也不好找什么地方了, 其实也根本没有选择, 老太太完全是在等死, 她已经站不起来了, 房子里面连个生火的柴火都没有, 书生们无奈之下, 只好硬着头皮围着尸体坐了下来, 用同一床棉被暖着身子, 书生们就这么干干地坐着, 谁也不敢躺下睡觉, 老太太说, 你们困了就躺下睡觉, 但是千万不要睁开眼睛, 熬到天亮你们就走吧, 老生有些困了就不陪你们了。 说着老太太躺下睡觉了, 难道三四个人和一个尸体盖一床棉被吗? 书生们的心里面只发毛啊, 可是有没有办法, 这么冷的天气不盖棉被肯定会被冻死的。 书生们连日奔波, 今日又在风雪中赶了一天的路, 又冷又困, 因为心里面害怕才不敢躺下睡觉, 听老太太一说, 大家就闭着眼睛躺了下来。 三个书生有两个比较胆大, 很快地就打着呼噜睡着了。 九疯子的祖宗是最小的一个书生, 胆子自然也比较小, 他始终不敢睡觉, 勉强躺下后就用双手蒙着脸, 心里面直发出我。 勉强熬到半夜, 他忽然听到稀稀缩缩的有动静, 接着就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就好像谁在吃东西, 而且是咬脆骨的声音。 他以为老鼠又在啃老头的耳朵了, 于是偷偷地从手指缝往外面看了一眼, 这一看差点把他给吓晕了, 原来是那位老头正在吃自己的耳朵, 他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耳朵, 塞进嘴巴里面咯吱咯吱地咀嚼着, 一股紫黑色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 九疯子的祖宗吓得要命啊, 但是却不敢发出声音, 他颤抖着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巴, 身上一阵阵地发冷汗, 心里面也恶心地不行, 就在他无法控制的时候, 有个书生闭着眼睛爬了起来, 大概是想尿尿了吧, 谁知道他刚往起一爬, 那个正在吃自己耳朵的老头就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要跟着他一起爬起来, 顿时把九疯子的祖宗吓得一声大叫啊, 急忙爬起来躲在了一边, 他不知道是因为大家的体温把死去多热的老头给暖热了, 尸体切收了阳气之后产生了尸变, 那位书生懵里懵懵地正要去方便, 忽然听到一声惊叫, 鸡毛回头一看, 那具僵尸已经扑了过来, 他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那老头僵尸在他头顶上一摸, 那位书生脖子一硬浑上一阵的哆嗦, 也变成了僵尸, 两具僵尸眨眼的时间又把老太太和另一位书生也摸成了僵尸, 顷刻间屋子里面的活人全都成了僵尸, 只剩下九疯子的祖宗一个活人了, 他吓得大喊大叫, 转身就跑, 四具僵尸跟在后面, 紧追不放, 他慌不择路地奔跑着, 也不知道跑了多长的时间, 立得实在是跑不动了, 可是后面四具僵尸还在不知疲倦的颈椎陈,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一座低矮的房子, 发出了温暖的灯光, 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向那座房子跑去, 救命, 救命了, 九疯子的祖宗一边跑还一边喊, 可惜他那座房子只有灯光, 并没有人出来救他, 好在他离那座房子已经不远了, 于是就一阵风暴到了那座房子的旁边, 一边大喊大叫, 一边砰砰砰地敲起门来, 救命, 救命, 快救命啊, 尽管他把房门拍得山响, 屋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四具僵尸已经追了上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位老者的僵尸, 后面跟着老太太僵尸, 两位书生僵尸反倒没有那么快, 拉在了后头, 九疯子的祖宗见老僵尸伸着僵尸的胳膊扑了过来, 心急之下看也不看就往后面蹬了一跤, 这听咕咚一声, 老僵尸倒了下去, 后面咕咕咚咚的倒了一串, 跟来的僵尸全都倒下来, 九疯子的祖宗心里面一喜啊, 随之又是大惊, 因为他忽然感到脚腕也凉, 老僵尸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脖子, 将他往后面拖过去, 他急忙抓住门槛不放, 大叫救命, 这时候大门忽然一开, 传出了一个阴冷的声音, 进来吧, 进来就没人跟我讲了, 接着大门里面伸出了一只 长着几尺长绒毛 和半尺长指甲的爪子, 一把将他拖了进去, 随后他觉得身上一麻, 就失去了知觉。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